還有進入今天GNV的那個短講的階段 那為什麼會在上面 是因為我們的村長先生 他現在正在鋪他的 baby 可以tape一下鏡頭 看一下 所以我就臨陣受脫來代辦一下 那我先說明一下我們GNV固定啊 因為上午大家也很辛苦嘛 然後進行專案到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中間就會特別安排 一小段時間來聽聽看 可能跟開源相關 跟GNV相關 或是不太相關 那我問了 聽聽是新的idea啦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的短講 總共會有四段 那每一段是有八分鐘的時間 那一樣八分鐘我們是會有計時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剩下兩分鐘的時候 我們就會舉牌 然後一分鐘的時候 會再舉綠色的牌子 那最後看到紅色的時候 就問如何都會把你烘下來這樣子 好的 時間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第一段的短講是 鄭宇要帶來歷史吐殺災害照片 時間軸地圖 好 拍手歡迎 好 謝謝大家 我是來自瑞士堡局 主要華安中心的陳振宇 今天可以來分享一下 我們先做一些東西 更希望從這邊 大家分享出一些新的idea 原始是這樣子 這幾年的這個 災害的防災上面 有一個共同的趨勢 第一個就是 如何從過去的歷史資料當中 得到災害顯示 第二個就是 如何從過去的受災經驗當中 學習到防災的一些想法 那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過去三年我在日本求學 其實在日本求學期間 很容易的 你可以在任何場合 找到一百多年前的災害照片 不管是海嘯 地震 土石流等等 可是在台灣 你要是找這樣的照片 其實是有困難的 別說日本 就算鄰近的香港 其實一樣 上次香港人來我們這邊 送了一本書裡面一看 發天啊 一百二十六年前 清光緒十五年 香港的土砂災害照片 這樣的照片 台灣有沒有 我不知道 我相信有 但是不知道散漏在何方 所以我們想法是說 能不能把這些資料做一個平台 讓大家能夠把這些資料 一起彙整起來 然後大家過一個 共同分享的一個過程 另外一件事情 剛剛提到的 如何從過去的受災經驗當中 來轉化成未來的防災的策略 那事實上 這樣一個案例其實蠻有趣的 在日本的這個311海嘯當中 有一個報導 特別提到 在宮古市這個地方呢 他立了一個石碑 在一百多年前 立了一個石碑 這個石碑呢 主要是告誡他的子孫 在一百多年前 這個地方曾經被海嘯清洗過 以後後代子孫裡的房子 不可以比這個石碑的位置 蓋的地 那曾經在 石碑蓋完四十多年之後 曾經有人不小心住在 比較低的地方 結果被海嘯捲走了 從此之後 再也沒有人敢住 別的地方 所以在311海嘯的地方 事實上這個地方沒有人受災 沒有人死亡 所以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標 好 那我們說 災害這件事情 特別是天然災害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有重現性的 這個地方 各位應該有印象 就是莫拉克台風 非常有名的 資本的金帥飯店 就是在攝影機前面看到 它倒下來了 那事實上 那這個地方在 民國62年發生過一模一樣的情形 災害已經一模一樣的情形 各位注意看 這棟建築物 就是這棟建築物 完全一模一樣 再後來更多證據給大家看 那問題來了 剛講的歷史災害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有效的保存 這樣的一個資料 第一個 圖像方式是最簡單的 我們常講 一張照片 勝過千言萬語 那第二個 即使是只有照片 那這樣的資料夠不夠完整 剛好在去年的時候 太陽化學院醫生 我在日本的時候 看到這個媒體當中 用時間軸照片 直接軸 這樣播報新聞的方式 紀錄方式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這樣還不夠完整 因為每一段完整的記憶 其實還需要幾個元素 除了影像 時間 故事 事實上還有空間資訊 但這樣一個呈現方式 並沒有辦法完整的呈現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即使我拿到了這麼多資料 以我們現在的人力 我可能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說 未來是不是可以用社群協助的方式 把這樣一個歷史災害資料的資料 能夠做一個保存 所以 我不會寫成是 讀我們團隊會 我們就會請我們團隊 把我的想法說 我們把這四個元素 把它包在一起 所以變成一個 時間軸地圖的概念 在這個時間軸地圖上面 看得到 每一個災害的位置 就是拍照的位置 跟它的人站在那邊 然後往這個方向拍 拍照的位置 跟它的點位 全部都很清楚 在地圖上呈現 然後整個分布的時間軸 它是在哪一個災害事件 哪一年中發生的 包括災害的影像 跟它一些相關的故事部分 我們希望把這四個元素 就用這樣一個畫面 把它包在一起 那整個照片當中的地圖 跟時間軸 它實際上可以互相關聯 也就是當我移動它的 scale 的時候 它下面這個部分 也會做著一起調整 那剛剛提到的 這個資本溫泉的案例 各位看一下 其實在莫拉克遼風之後 有一個報導說 在倒塌的地方 後來發現幾下一個房子浮出來 也就是三十幾年前 曾經有房子被埋掉 那後來人並不知道 又繼續蓋 那結果後來發現 我在整理照片的時候 兩個多月前拿到這張照片 發現就是它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這個資料 能夠早一點 讓大家更多人知道 其實很多重複的事件 可以不用再發生 好 那事實上這個地方 它的河床變動其實是非常非常大 我們看一下 過去曾經有人收集過一些照片 在同樣的這個地點 有一個土地宮廟 事實上在不同的年度拍照 你發現它在河道當中浮浮成真 代表這個地方河道被動 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這些資訊 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好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一些資訊 未來我們把它建成一個平台的話 我需要更多人來協助 這時候我需要一個很好的見面 一般人 要加樹木座 這件事情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是試著常說 可以把它簡化一點 我們就是把照片上傳之後 基本的資料填完之後 地理的座標部分 全部用地圖的方式來呈現 它只要在地圖上面 點選一個位置之後 再把它拍照的方向 用八個方位把它標示出來 每個人都可以很清楚地把照片的拍照位置 跟拍照方向把它定義出來 我們希望說用創用CC的方式 努力大家來分享跟授權 另外甚至有人建議說 是不是可以跟Google接近的角度 把它配合在一起 我想這也是個不錯的方法 我們也試著看能不能把它做起來 好 那所有的資料 基本上我們都會用兩種方式來呈現 除了剛剛的時間軸地圖之外 我們用簡單的照片牆的方式 來快速檢索 那所有的資料 我們就是用オープンデタ的方式 我們把它授權給大家 會分享在我們學保局的 同學的方式 在資訊網這個分享平台上面 好 那接下來問題是 這些東西能做什麼用 我初步想了幾個可能的方向 第一個 其實在災害紀錄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掌握到每一個地區的受災的年度 比如說這是在南投縣水里香的浚坑村這個地方 很明顯的 從過去的歷史災害照片知道 我知道這地方是在1996年的賀伯颱風 和2001年的陶氏颱風都曾經受過災 當然如果我們再換一個角度 如果我們切換到某一個事件 比如說1996年賀伯颱風 我們就很清楚看得到 照片分布的位置就是賀伯颱風的重災區 也就是我們災害熱點地區 那後續的發想還可以包括我們在教育訓練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把這些照片留給民眾 讓他們了解過去的災害歷史 更重要一點是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案例 我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可是所有去過這個地方的人 他叫台東的社馬甘這個地方 去過這個地方跟我講說 那地方不會再有土石流的 所以當時我們所有的災害潛失資料 畫出來的範圍其實則這麼小 可是在兩個月前拿這樣照片 我嚇壞了 當時的土石流其實是非常非常大規模的 我們常常講 如果這個地方地震曾經震度超過七級 大到七級的話 我的未來耐震設計我不可能小於七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同樣的 這地方的土石流曾經有這麼大的規模 未來我的防災策略上 不可能只花那麼小的範圍 其實是有問題的 好 那另外垂直避難可行性 事實上我們也發現了很有趣的一點 在過去的土石流被埋過房子的這個地方 發現大部分都是百分之九屬是埋一層樓 很少的特殊案例它是兩層樓以上 如果這樣的成立 條件是成立的話 未來的防災策略 垂直避難也許是一個可考慮的方向 另外 如果你買房子之前 買這塊地之前 你先看到這張照片 你會有什麼感想 是不是 可以把這些資訊公開之後 包括類似像凶宅網的概念 這些東西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值得投入的方向 好 來做非廣告 我們現在正在募集數的照片 在這個平台會持續一桌下去 但是我們因為有活動的時間 在活動時間裡上傳照片 你們可能會得到大獎 好不好 歡迎大家來上傳 好 但是有一些錯誤就是 有些照片我拿到 可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甚至去找很多地圖 我根本找不到這個地方 一直找到 金鍵板地圖反而有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需要一些人 能力來幫忙去找這些點 那這就是這個位置 好 那現在你從Google街景圖可以找到 那我們想說有沒有可能去發展 由Google街景圖自動比對出特定鏈景物 這樣一個技術 我就不用人工找那麼辛苦 那第二個 有沒有可能 有些狀況是 我連這還發生時間點 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這是彰化八卦山 可是哪一年壽災 我不知道 那這樣的照片 有沒有辦法透過社群的力量 來把它找到 還原成 發生時間跟地點 那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我剛才查了一下 他說會有大獎 然後我看了一下活動網 的第一名是 艾佩美妮閃 所以 所以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參加 然後 剛才我們幾個在聊天 就發現今天公務原來特別多 所以英文 GOV 佔領 G0V 好 那進入第二個報告 等到第二個是 OFAN